哈喽小叔宝宝你们好 我是露丝 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没错 今天我带着一颗性感的小豆豆 来给你们见面了 看到吗 脸上这颗豆豆 不知道为什么会长 就这样吧 然后呢今天呢主要想跟你们说 就是现在天气慢慢的开始热了 冬的话我就会带一杯果汁去现场 我觉得尽量不要去买那种 就是饮料的那种 因为它糖分会非常高 我建议大家都自己先榨果汁 今天我要榨的是因为我平时白天出工 所以日系也非常多 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番茄汁 然后呢 然后今天就跟你们顺便推荐一下 我平时用的这个榨汁机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爱 而且还小巧 然后它的名字叫摩飞便携榨汁杯 就真的非常非常便携 没有那个充电口的 因为它是无线充电的 所以就很很很羊排 很高科技 然后呢它这个还有一个是绿色的 然后但是我更喜欢粉色 而且它很小就可以直接放在包包里 或者是直接放在车上 非常的方便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碎冰 想喝一点冰冰凉的东西的时候 它可以把冰就是你做一个冰的果汁 冰沙果汁 然后一些早餐也可以用它来做 加一些奶奶跟香蕉 然后早上喝就会有一个助肠道消化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 反正如果你们便秘的话可以试试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小番茄 我们番茄居然是爱你的形状 我的天 爱你 好 然后加上 加上水 半杯 然后把它盖起来 然后它有一个点 有一个黑点 然后你到那个对着它的那个黑点 你到白点上 很好你 一点都不会的重 不好你 然后我们就可以按下去 就可以开始了 40秒就OK了 而且它冲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星期 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友谊的果汁 晚安